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右览 这是它的选动状态 这个没什么好讲的了吧 那我就不讲了 那就不讲 跟我们的toggle那个开关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吗 是不是界面不一样而已 仅此而已 好 那我们再讲我们checkbox的话 这个大家pc上用的比较多了 它干嘛用的我就不说了吧 复选框而已 对不对 复选框 你可以多放几个用来做一些复选 那么我们看一下单选框 radio box 和radio box就要跟我们的radio group配合来使用 我们都知道 一个radio group下面包含了多个radio box 这样子任何一个只能选中其中的一个 你随便点 只能选中其中一个 好 我们再加一个radio radio button 不叫radio box 我说错了 radio button是每一项 我直接要说了 要配合radio group 单纯的radio button 没什么实际意义 好 这又巧了 我们radio group还挺智能的 默认的给我们带了三个radio button 你当然也可以再往里头放 你也可以再往里头放radio button 哦 就用这三个radio button吧 OK 我们先来看一下世界 它的造型都是这一样子的 OK 造型都是差不多的 当然也会有不同的造型 你也可以用背景图片 对不对 我们已经学到这儿了 都可以用背景图片 做得非常漂亮 那我们现在用 我们来看一下世界 我乱用背景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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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它的方法 这个时候大家就不要看数量了 虽然数量还是8个 但是有些就变了 你看到没有 Hierarchy Hierarchy我们知道是层级关系 层级改变的这样一个监听 因为在它这里面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层次关系 比方说我要把它里面的 某一个子的把它移出去 等等这些 所以我们来 但是这个还不是我们最需要用到的 我们最需要用到的 是我们的哪个 这个Hierarchy 这个是我们每次动态的去添加 或者移除一个子的radio button的时候会用 对不对 它在有个介绍 左边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用chinch的 我们还是用这个 你有一个on chinch的 怎么有两个 哦 是这样子 大家注意 就是我们在这 sit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遇到这种情况 你看我们这 应该这里面 这个要实现的这个接口 实际上是radio group下面的这个接口 unchecked unchecked change the listener 对不对 我们刚刚什么compose button下面 是不是也有啊 compose button下面 所以有时候为了不让它冲突 我们干脆 把前面这个也给它加上 这样子它就知道去找哪一个 不然它有的时候搞不准 去搞哪 找哪一个 ok 这样它就知道找哪一个了 免得它搞运 那我们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知道 这就是我们这个对象 而这个是谁 这个是我们选中的哪 具体的某一个元素的ID 具体的radio button的ID 你看没有 checked ID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判断一下 switch case checked ID 如果它是什么呢 R2.ID里面的我们的radio 第一个则显示一下 这些大家都可以去查帮助啊 这些都有 radio button 2秒 这个地方我不喜欢用长辆 我直接就用了 下面copy一下 直接copy这个吧 copy这个 case r.id.radio 这个就是2 case r.id.radio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试检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试检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来看看他新增的一些 我们现在研究他新增的一些试检啊 给他设置图片 这个就很简单了 直接去设置他的背景 我就不说了 包括我们radio button 都可以分别去设置 点中了2 点中了3 刚才还没消失掉 点中了1 点中了2 又点中了1 我们现在另外的话 我们还要做 刚才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这个default 这个地方 其实也应该设置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说一下 我们怎么样来给他这个 给他去设置一些图片 对不对 好 我现在想给他 把这个图片改变一下 我在这里给大家先给大家说一 说一下 我们是不是可以照旧 比方我要在他左边加一个图片 右边加一个图片 我们还记得我们用什么吧 用什么属性 我就拿这个来说吧 第一个 是不是有个捉一步top或者left 我们给他加一个到 加到左边怎么样 加个加到左边 加个什么呢 加个name吧 这个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原来是这样子的 那左边那个很丑 这个不是我想要的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告诉大家 我们刚刚不是有一个属性 叫button的吗 button 我们给他设成浪就可以了 这个button实际上 就是我们那个图片 就是我们的那个图片 我们再来看一下 没了 没了 或者呢 我们可不可以直接 把它画到右边来 我把第二段 这个保留 我给他画到右边来 那么画到右边来 我们说 我们既然 我们知道 它 实际上 它也是个图片 对不对 但这个图片 我们好像没看到 在哪射 也不用射 事实上默认的 我们系统是去射了的 它是一个系统的 系统的在哪里呢 系统的我们看一下 我同样的换了一下 我同样的换了一下 我先把button 视为now 然后 换到右边 画到右边 会有一个系统的 Android 你看Android 冒号下面 有一个换了 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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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号下面 我们再看一下 有什么呢 看看哪个像 原来有这么多系统的 看到没有 有个bto radio 对吧 这个就是系统的嘛 系统怕我们笨 你看提供多少图标 给我们 你看右边那个下拉框 右边那个score bar 系统就怕我们笨 好 我们同理 我也这样做 同理也做一下 第三个 第三个 我玩点花的 我敢画个星星在那 都是系统的 看一下效果 看到没有 多有意思 这个就挪到右边来了 所以大家知道怎么样灵活来操作了吧 所以说白了 它也是 包括这个checkbox 你是不是也可以改了 那么它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原代码 让大家有个对应 我老说老说系统 包括我们 我们LisView系统 也提供了一些样式给我们 我们要看原代码 找得到 在Fremark里面 base call 核心原代码 在这儿 有一个resource 这儿找到我们 桌一步 找到我们的这个button button radio 这是用什么打开了 这是一个XML文件 对不对 怎么用啊 也打开 电量不够了 要赶紧的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XML文件 其实就是我们的selector 你看我现在也看懂了 这样点击了 是不是才会有效果 点击了之后 就图片的切换 哪些图片切换呢 就是BTN Radio On和 Radio Off 我们来看一下 就在这个里面 我在下的找图片 不在这儿 在我们的那个高企 根据不同的分辨率的 这个文件夹下面 这个是横平的 我们就找普通的就行了 这儿 好 我们找我们的Radio Radio 看到没有 Radio On Radio Off 对不对 很有意思吧 好 我们再来看 我们的button又在哪里呢 我们普通的button 实际上我们的按钮 也在这里 你看这个Check On Check Off 还有我们的 还有我们的按钮 这是我们普通按钮的 普通按钮的就在这儿 button 实际上也都是有背景的 当然都是Nightpatch图片 下面还有我们各个标准空间图片 都在这里 是不是很有成 很有意思啊 这样子 事实上我们曾经还修改过这些内容 好 这一块大家就知道了 我们怎么样去掉和改掉 那么这里有一篇文章 是讲我们的Radio Group 怎么去做工作工具条的 打开让大家看一下 这Radio Group我们用的好了 其实 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应用 看到没有 这样的一些工具条 大家常见到播歌的 这个可以用个Radio Group来做 怎么去做呢 这里有一个原代码 大家下来自己研究 我在这停几秒钟 大家自己去读吧 我就不读了 今天时间已经到了 好 我留给大家 大家自己去读一下 您也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 所以 调调大陆通罗马 调调大陆通罗马 那么关于后面的什么 Check TextView 我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去学它了 而且这个空间也没什么讲头 Check 这是个什么空间吧 这个是跟我们LisView 相配合的这样一个空间 说白了就点这个文本 这个被选中 这不就是我们的Check Box吗 对不对 这个空间没什么可学的 如果这个地方 你要画这个东西怎么画呀 我们后面讲样是会讲的 而且你可以完全自己去画 而且其实我们现在学的内容 大家也可以去画这个线 也可以去画这个线 我们不是有Draw Text的吗 有Draw Text的 Draw Text 我还有Painter 用Draw Text和Painter结合 就可以画横线 还有画下滑线 都可以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样一些内容 Text 这个跟我们什么选中不选中是一样的 事件也没有新增 这个我就不讲解了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讲了这样的一些内容 我看时间也稍微有一点超了 从明天开始就可以 后天开始就给大家聊 数据绑定和其他的一些组件 今天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TextView 大量的时间在这里 那么TextView我虽然讲了一个多小时 大家说有点肯定 但是你学后面的空间 是不是学起来就一再多了 对吧 就打好了一个基础 好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先讲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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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